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一百零一年度的 國立部落計畫補助 十二月八號 正式在臺中市光復國小進行頒獎 全國四十三個部落競爭激烈 全國四十三個社區參賽 共有十六個社區獲獎 獲獎的社區執行團隊 道出了獲獎的至上關鍵 我們最特別的是 做了一個部落的故事館 然後在這個地方 讓我們的委員很感動 十月整個故事館的結構 不是只有講我們以前太亞的歷史 還有這三年部落的人營造的一個過程 然後我們把這個故事館結合在一起 在我們的整個部落官方帶動起來 讓遊客更能夠了解 其實原住民沒有很懶惰 在我們訪談過程中 每個騎勞對我們社區發展協會的認同 他們才願意說出他們心裡 最原始 最傳統的那一塊 分享給我們下一代知道這樣 讓我們能夠把這些資料匯集起來 不只是我們知道 我們可以再把它保存 再傳承 再給我們的下一代 一直傳承下去 活力部落頒獎活動 除了表揚之外 再次更加入了區位競賽 與分享晚會的方式來進行 而活力部落執行團隊的成果交流 使得部落之間得以有 互相觀摩學習的機會 記者NO台中市採訪報導 台中市採訪報導 台中市採訪報導 在小朋友 谢谢大家